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首先来看热线发布 今天上午 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群众企业 公安交管六项新措施 将于9月20号起推行情况 此次推出的六项新措施 包括车辆登记销售企业快捷代办 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 简洁快办 临时入境车辆排证便捷可办等三项便捷快办服务 以及三项网上交管服务 发布会上 公安部还通报了 在此之前已经推出的一系列公安交管措施 所取得的阶段性效果 目前以简免申请材料4亿多份 860多万名群众跨省异地验车 100多万名群众享受了驾驶证全国通考便利 23万人异地分科目考试 2万多家社会机构邮政盲点 代办公安交管业 互联网用户超过2.75亿 累计汇集10亿多人次 节约群众企业办事成本400多亿元 近日 司法部召开 全国司法所工作经验交流会 一年来 全国司法所调解矛盾纠纷 730余万件 9月8号 司法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召开全国司法所工作经验交流会 截至目前 全国共有司法所40513个 基本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 自2018年9月以来 全国司法所工作已取得显著效果 一年来 广大的司法所指导 湘镇街道 村和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矛盾纠纷730万件 直接参与和调解信访 和其他疑难复杂纠纷55万件 代表和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纠纷74万件 会议指出 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系统之根 例行法治之机 在化解民间纠纷 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老百姓提供这样一共一站式的服务 然后打造了这样一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我们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整合了人民调节 法律咨询 然后法律援助 以及做一些仲裁呀 司法公正呀 这样的一些业务的一些专业引导 然后让百姓能够到我们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将相关的法律问题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解答 家那个楼顶它要能漏水 漏水把咱们顶楼给淹了 后来这个市给闹得闹得闹得很大了 没法解决了 人家司法所给出面给一说 中中周全给调节了一下 咱把这个事也给解决了 有他们这个支持 有他们这边的点我觉得特别方便 我觉得这个司法所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身边的过分 有事随时都能咨询到 近日广东深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修正案 并将于今年的11月1日起施行 修正案加大了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比如经过在深圳 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 如有刷微信等玩手机的行为 将被处以300元的罚款 不离让行人等行为也将面临更高的处罚 这次条例具体修订的条款 包括乱变线 乱用远光灯 斑马线不离让行人等行为 其中转弯车辆不离让行人 罚款500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负的吧 应该是对比来说 也有行人有时候在那个相负的时候 有时候要主动也要避让一下车辆 这因为毕竟它机动车速度比较快一点 此外机动车不按规定便到 罚款500元 包括一次变更到不相邻车道的 便到转弯或者临时停车不按规定打灯的 条例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那我们这次也进一步的规范和严格了 变线的时候不能一次变几道 一下就横跨几个道过去 另外呢 你定线的时候 你转弯的时候 还有靠路临时停车的时候 一定要打转向灯 告知跟你的后面或者侧面的车辆 你的行车方向 和你的下一步的行驶的一个目的 使大家尽可能的行车有序 更加顺畅和安全 本次修订中 黎清河规范了不计安全带的法律责任 按照谁不计罚谁的理念进行处罚 如果是营运车辆 司机有责任提醒乘客计安全带 否则也将予以处罚 也就是说乘客不计 如果驾驶员进到了提醒 督处的义务 那我们就处罚这个乘客 如果他没有进到提醒这种义务 或者要求的义务 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处罚他这个驾驶人 本次修订还强化了 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 对骑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逆行的处300元罚款 对饮酒后骑行电动车的 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 就像这个以前摩托车 也不能酒驾是一样的道理 他喝过酒了头是蒙的 对吧 就是说有可能误伤 就是说造成一些交通事故 这有一些隐患 近年来找人顶替既驾驶证分数 甚至找人买分的现象屡禁不止 本次修订明确了 对买卖驾驶证分数行为的处罚 替代既分的分别暂扣驾驶证 买卖分的并处罚款 中介处罚款 有其他情节并处居留 除此之外 本次修订对于14周岁以下的儿童 违反交规等 家长将接受教育或参加社会服务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因为孩子嘛 还是父母的教育很重要 因为他的行为 他有的时候还是太小 自律啊 自控能力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还是父母要平时要教 上周我们关注了 山东早庄两个女孩 因为模仿短 网络短视频 用酒精灯和一拉罐制作爆米花 结果被烧伤的事件 日前 其中一个女孩因感染过重 不幸去世 8月22号 山东早庄两名女孩 在家模仿网络短视频 用酒精灯 一拉罐制作爆米花 因点燃了高浓度酒精 引起爆燃 应该是这个切的火 然后看到吗 两个小孩在 这边这个 这里边是玉米点 这个应该是里根路子 事故中 12岁的小雨伤势相对较轻 全身烧伤程度达到13% 而14岁的小哲造成特重度烧伤 全身烧伤面积达96% 事发后 小哲一直在重症监护室内抢救 因感染过重 最终于9月5号上午11时左右 不向离世 小哲父亲说 平时两个女孩经常在一起玩 看手机短视频 他认为短视频平台 以及视频的发布者应该担责 目前自制爆米化的原视频 已经被发布者删除 账号还在正常运营 该短视频平台暂未作出回应 我们看到小哲的父亲提出疑问 女儿固然有错 但同时短视频平台 以及短视频的发布者 是否也难辞其咎呢 那么短视频平台 以及视频的发布者 该不该担责 在这个事件当中 具体的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呢 下面我们来听听 律师怎么说 小哲和哲哲都是未成年人 切少识别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对于造成的伤害 按照清天责任法的规定 学会人因过错 接待他人权益 应当承担清天责任 一方面 家长是未成年的监护人 有照顾和管理的职责 如果输入管理 不排除 有一定过错 其次 作为视频发布者 和平台本身 如果没有尽到审查 和风险提侍义务 也可能存在过错 也让过错比例 来存在责任 所以 为了避免类似伤害 首先 作为家长 要尽到监护职责 做好给孩子了解和陪伴 告诫孩子 远离危险行为 尤其对不良的直播短视频 要做必要的限制 其次 作为网络平台 要手法有得 考虑用效 建立直播内容的审核 风险提示告知 不能单纯 为了追求商业利益 介绍社会责任的承担 第三 面对大量存在的 不良直播短视频 也要加强监管 做好分级分类管理 设置好防火其他 安全线 规范发展 才能够避免类似的伤害 近两年来 短视频领域参与者 是越来越多 为了脱颖而出 制作和发布 这种惊悚的 奇怪的 危险的等内容的 短视频的人 也是越来越频繁 因此模仿短视频 里面的危险动作 所造成意外伤害的事件 也是时有发生 接下来我们连线 央广评论员王磊 王磊您好 你好 小辉 您认为怎样 才能够规避这种 有偏差的模仿的 这种风险 我们说刚才片子当中的 这个视频 实际上是 视频自媒体时代的 这样的一个 比较极端的个案 但是这个个案 背后所反映得出来的 时代问题 我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这样的 一个时代当中 我们发现 视频制作的门槛 基本没有了 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摄像师 也可以说是电视台的编导 甚至有些人 可能拥有了 和电视台一样 可以媲美的 这样的一个传播平台 和传播能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背景之下 他们制作的视频 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因为传统 这个视频自媒体时代 它和传统电视时代 有一个非常大的 两个不同 一点就是 他们制作出来的 这样的一些 短视频的条数 要远远地超过 传统电视时代的 这样的一个条数 可能是几倍 几十倍 几千倍地增加 另外一方面 就是传统电视制作时代 的审稿人 或者说是 把关人的角色 发生了缺失 虽然现在有的一些视频的公司 他们可能会设置类似的角色 但是面对海量的视频 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当然这个责任 不是说某一个具体的人 某一个具体的公司 甚至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机构 而是时代发展到今天 所必然出现的一个新的课题 而要回答这个课题 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法律上 应该明确规定 一旦出现了 类似的事件之后 那么制作平台 发布平台 和这个制作视频的 这个公司和个人之间 到底应该承担 怎么样的一个责任 另外一点 就是从监管的体制上来讲 我们应该明确 到底是哪个部门 对于短视频 或者是这种 自制的短视频的内容 应该进行相应的监管 而不是九龙治水 谁都不管 第三一点 就是我们相应的 这些制作平台 应该不管是 从技术角度发力 还是从现实的 这样的一个人力设置的角度 发力尽最大的努力 来避免类似的视频 传播到这样的平台当中去 我们说视频 短视频制作 或者说这个短视频制作 这样一个大势所趋 是不可更改的 但是相应的 我们的监管 也应该顺应这个趋势 不断地升级 正所谓视频可以短 监管不可以短 小慧 好的 谢谢王磊老师的解说 那么在这里 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电视阶段观众朋友 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请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 9月9号下午 爱心人士代表 来到了云南省 腹外心血管病医院 看望了正在这里 接受救治的 52名脏区先心病患儿 好 早日恢复健康 你就在这里多照顾好 此次被看望患儿 全部来自于脏区 今年8月份 中华慈善总会联合援助 西藏发展基金会 中国医药物资联合会 以及云南省 腹外心血管病医院的专家 在西藏那区青海玉树地区 筛查学龄前儿童2000余名 将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 52名患儿 分批接到昆明 接受免费救治 中华慈善总会先心病救助项目 于2011年开展 以累计救助患儿3486名 越来越多的社会爱心力量 参与到了行动中 为患儿家庭带来了希望 近日来自不同领域的 12位跨界公益人齐聚杭州 他们用演讲加全民互动体验的形式 分享各自亲身经历的公益故事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参与到公益行动中来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90后工艺人 任小元 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关注农村安全用水的问题 毕业后 他放弃高薪职业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建立了无水信息平台 至今已走访上千村庄 建立了中西部地区 三个专项水安全项目点的解决方案 据了解跨界公益人故事分享会 是腾讯公益牵头发起的 99公益日系列活动之一 今年是99公益日发起的第五年 已有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超过1万家慈善机构 在全国200多个城市和4万多家社区商圈 举办了8000多场99公益日活动 截止到9月9号18时 第五个99公益日公众捐款超过4700万人次 公众捐款总额超过17.6亿元 公众互动次数超过7.9亿人次 加上腾讯基金会4亿元配捐 2500多家爱心企业捐出超过2.99亿元 今年99公益日筹款总额 突破24亿元 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我们通过我们平台的能力 去推动各个公益的组织 去数字化 透明化 那么让公益组织能够更加的 有健康地去成长 那么还有一块 我觉得地区捐助人 他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也塑造了自己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十二 今天是9月10日 是第35个教师节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位 特殊的教师 那么他特殊在哪呢 他只用一只手 做了他最热爱的视野 追寻着自己的理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他总是写字 一种歪 就像脚扭了一样 一走就停一下 一走就停一下 我的形象不像个老师 哪个乡镇的 要他当老师呢 我想当老师 想回到学校 但是是不可能的 在我小的时候 不同公路 没有电 要想跳出这个龙门 就只有主书 我是1996年 考到开县师范学校 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特别是我的亲戚朋友 又以我为荣 在96年的12月12号 这个日子 我是记得太清楚了 改变了我的人生 就是我犯了一场大病 过了两个月过后 才说话 但是说话的话 很成问题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到了我知道 我右半边 完全失去知觉 不容支配的时候 人生可以说 还没开始 我的规划 还没有完成 怎么办呢 我不能成为 爸爸妈妈的拖累 不能让他 身体心里都受 双重的痛苦 第二 我要完成我的梦想 看看我能不能够当老师 不知道从哪边开始 因为我的右手 它是从左到右 那左手的 不自然的从右到左 也就是说 完全从零开始 不管是下雨 还是天晴 都必须走 原来是用 出这拐杖 逐渐逐渐的 就把拐杖扔了 知道再去读试饭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还是有一种 一种梦想 可能有一天 可能能够读试饭呢 但是这种想法 就是梦想 就是做梦 但是我还是要做 但是我还是要做呀 我右手不行了 他说我左手还行 右手都开始 他说这个培养我们可以 但是以前的这种情况 当时走也不行 右手也不行 他这个将来的水腰呢 当时我没有说什么 拿着一只毛笔 接一下开线示范 当时这个校长 他又很惊讶 就这样我又走入了 我梦寐以求的学堂 别人花了一倍的功夫 我就花两倍三倍 所以说我在99年的7月 能够顺利比喻 当时心情非常激动 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 第一档课 我背了很久的课 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 学生一种精致的眼光 准备讲 开讲的时候 一下子忘了 语无伦策了 看到别人家长的一样的眼光 看到学生们不信任的眼神 我想 我必须要把我每一件事做好 我身体都不行 我用另外一方面来弥补 一起画画 一起写字 一起抓十字 一起打乒乓球 一起弄饭吃 逐渐逐渐 一个月过后 我们都已经能够相处得很融洽 他们也认可了 我这个不是老师的老师 教育 教育 师大师好 师大师好 你好 我教了多少学生 就到了多少家 在这个地方 山山水水 我都走过 这个老师 他就说 你别去 我顺便给你防了就是了 我都说 我说这不是我承认 我说要 我自己去了过后 才知道情况 去了过后 才知道 下面的教育工作 该怎么走 我能够当老师 是不容易的 我是土生土壤的冠冕人 我想多让些孩子 能够不再当挑山工 不再是过着老一辈 那种肩挑背膜的那种生活 所以说 从我当老师到第一天起 我要想方设法发达 让学生们 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长大后 想当一个 画家 当老师 像我这样 你为什么想当老师呢 因为很游秀 很光明 给你们小朋友争论 那也做了就行 一定要做的 老师在做一 周末就在老家 石文平老师用一只手 干了别人两只手 都没有干好的事情 平常都是住在学校的 周末 或寒暑假的时候 他大多数时间 都是在学校 就是没有一天是这样 踏踏实实地休息过 假如说就算工作上没有事 就算在学校里面 有时候要去种花呀 然后去打理那个 那个鱼塘啊这些 看到他那么辛苦吗 有时候也觉得很心疼他的 真的 许多老师都说 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 对我进行圈导 叫我不要这么卖力 我总觉得 只有工作才是我最大幸福 只有工作 才是我最开心的事 爱是他无间的灵魂 照顾我的老师 我认识到老师 那个师老师 是很特别的人 因为他经历过这些 他会更懂 他会比别人更真实 这些东西 明显可以看出 他真的把那些学生 也当作自己的孩子 不仅仅是学生们的老师 也应该是我们每个 我们每个教职员工的老师 我觉得山区教育 真的需要他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山区里面 他能够用心用情 用智地来跟学生相处 跟家长分忧 即便我是一位残疾员 我也应该做 一个老师的事情 老师不光是 仅仅教知识方面的 老师还要教他 怎么做人 怎么为人 树立员的理想 帮助他们 怎么去克服 各种各样的困难 一生遇到一个 好老师是幸福的事情 我想这个是肯定对的 爱是看不见的语言 爱是摸不到的感觉 爱是我们想笑的心愿 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 爱是让真后的喜悦 爱是说不出的感谢 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 双手和事不在乎 双手和事不在乎 不讨厌 让爱冲出去 踏下阳光温暖 我和你无关有多遥远 最有大的那一天 让爱冲出去 那些满满满人生 有你的祝福 没有过不去 让爱冲出去 爱是阳光温暖 我和你 石文平 石文平虽然只能用左手来书写 但是他却扎根大山深处 为了山里孩子的名田 在三尺讲台上演绎着青春和灿烂 好我们继续连线王磊 王磊 对于石老师这种 对讲台的这份热爱和执着 您怎么看 我想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 走过来的人 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 一定会有那么几位老师 是让我们一生当中 都是难以忘怀的 一方面他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 另外一方面 他又是我们前行的灯塔 是奋进的动力 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自觉就会想到的人 是我们在做出人生抉择的时候 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可以说这些老师 不仅仅是我们科学知识上的导师 同时也是人生上的导师 我想石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方面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的理想 然后在教师的这样的一个岗位上 通过言传 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了自己人生最大的价值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这种在逆境中奋起的经历 这种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 不放弃 不妥协 不认输的这样一个精神 我想也是对所有的学生 最好的身教 在未来的某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我想他的这些学生们 可能未必会记得 石老师具体地交给他们 哪些具体的知识 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 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曾经遇到一位老师 在面对逆境的时候 是这么做的 那我想这些和石老师 所教授的知识一样 将会成为他们人生当中 一笔取之不尽的 重要的一个财富 同时我想石老师 也为所有的教师朋友们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 一个好的老师 一个优秀的老师 不仅能够做到言传 而且应该做到身教 不仅能够讲授好课堂上的知识 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影响孩子们或者是学生们的 这样的一个人生奋斗的方向和抉择 那我想当老师的 和学生们的这个人生 互相正向激荡 互相努力 互相奋进 一起奋进 一起努力的时候 那我想对于学生来说是幸运的 对于老师来说是幸福的 小慧 好的 谢谢王磊 在这儿呢 我们也要祝石老师身体健康 节日快乐 也祝全天下的教师们 节日快乐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 网络交友要慎重 稍不小心 有可能就会遭遇骗局 近日在上海 六十多岁的沈某就差点中招 幸好被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 及时阻止 近日上海的沈某拿着现金来到银行 说给自己的丈夫转账汇款 可沈某在填写转账汇款单时 自己丈夫的姓名及转账信息 却要在微信上反复查看 这让银行工作人员觉得非常可疑 随即报了警 民警感到询问沈某时 他又换了一个说法 说是要转账给他老公公司的同事 你老公公司里的人让你打钱给他 为什么呢 欠他钱 老公欠他钱 那你跟你老公联系上了吗 联系上了 你老公的电话有吧 你老公的电话 我们跟你老公联系一下 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沈某表示 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电话 需要在微信上询问一下 可是对方在微信上却始终没有回复他 反复拨打了对方微信视频和语音通话 也没有反应 这让民警感觉沈某很有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 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 进一步了解情况 原来沈某是一名独居老人 几个月前他通过微信 添加了一个陌生人为好友后 经过文字交流 两人很快便以夫妻相称 此后对方已给沈某购买求婚钻戒 但缺少资金为由 向其索要8万元 并嘱咐沈某如何应付工作人员和民警的询问 经过民警劝说 沈某这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 该男子自称65岁 并自称长期从事秘密工作 并以此为由 从来没有跟沈阿姨有过电话 或者微信语音视频的沟通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民警提醒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 尤其是涉及财务问题时 不要盲目进行转账汇款等操作 无证驾驶是一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 然而偏偏有人不把安全当回事 遇到检查不仅不配合 竟然还做出了惊人之举 日前烟台交警二大队的民警在辖区内 对无牌无证驾驶行为进行查处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辆可遗车辆 没有驾驶证 男子称自己原来是有驾驶证的 后来因为工伤落下了残疾 驾驶证便被作废了 而正当民警对男子进行正常查处时 该男子忽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该男子突然摘下眼镜 将眼睛挖出来交给交警 如此操作也真是把民警吓了一跳 原来该男子眼睛有残疾 取下的是他的一眼 见此情况 执勤交警将该男子带至警车上进行劝导 驾驶员冷静下来后 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接受了相应的处罚 近日湖北实验一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人被压车底 危急时刻众人合力抬车救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